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谢各位今天的陪伴 在周四的这个傍晚出席香港墨迹 构筑香港的书法新书的分享会 我是黄宣游 这本书的作者 也是墨迹这个研究计划的发起人 除了多谢各位之外 也要多谢在座的 都有一部分这本书里面的受访者 没有你们的支持 其实都不能够去完善到 或者去集合到这本书里面的资料 最后也要多谢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社 在史道比较淡静的情况之下 都出一本定价比较高的书 说起史道 其实这本书都是因为 因为史道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之下 产生了这个墨迹的研究计划 记得2020年左右 当时我是在南韩首尔旅行 刚刚就在媒体那里 就得知COVID爆发 当日韩国也有很多的食肆 已经不让外国游客进去了 回到香港打击就更加大 我本身是做品牌设计的 公司由八个人减至四个人 但幸好自己是一个比较乐天乐观的人 没有东西做就要找些东西来做 而当时我写书法已经写了大概八年九年左右 也都很希望一直以来 都想收集一些香港近代的书法前辈 他们的作品 去临目和学习 又或者研究一下 究竟他们有什么的书法心得 所以就开始了 四年前默迹的研究计划 开始之前 给大家看一看 相信大家进来的时候 都看到门口有我们本书的实物 但是究竟那本书有什么内容上 或者设计上的细节呢 先播一条片给大家看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 其实是一套四本 讲述四位书法家 他们在香港的生平和作品 我们用了一个双门式的设计 一边就是生平和文字部分 另一边就是通过了解生平之后 究竟如何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上反映出来 另一边就是作品集 所以我们反过来这本书 就可以看到四位书法家的作品集 在讲四位书法家的生平 做一个导读之前 给大家看一下一些照片 为了我们 因为在座应该都有很多书法爱好者 也有些朋友 可能是我设计家的朋友 可能未必很认识中国书法 为了我们之后可以容易一些沟通 这里有五种不同的书体 传统中文是有字左阅读的 有起就有算书 然后是帝书 中间是楷书 然后是行书 最后就是草书 算帝楷行草 其实是我国书法 尽情当中一个顺序 由秦朝开始盛行的选书 经历帝变就有帝书 一路一路去演化 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中间花园大厦 花园大厦这种字虽然它是楷书 但如果再细分 我们可以形容它为北艺楷书 也有很多人常常会称呼这种北艺 也有很多媒体 今天常常说代表了香港的一种书法风格 至于为什么它会代表到香港呢 我们稍后会讲的 以下下来有几张相片 看看大家就这样 从相片和招牌 能不能够分辨究竟它是什么地方 好 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我想深水清的朋友 就算不懂书法 都会知道第一张 是曼谷的唐人街 第二张是台湾台北的 某一个可能是一条主要街道 第三张这一张就是日本 为什么我们由 当然颜色或者一些视觉的冲击是其一 其二就是书法风格 会令我们去理解一个城市 它本身的风貌是怎么样的 其实日本 我们再深入一点去讲述 为什么书法会影响我们一个感受 或者我们叫perception 这些是日本的清酒筒 我们会看到比较多是一些 帝书或者楷书的形容 再者就是最近日本公布了 他们新的钞票设计 很多人就说 他们的印刷或设计很特别 但是比较少人讨论的就是 无论它的钞票设计 如何去改变 不变的都是千日圆 五千日圆和一万日圆 这些是遗书 而在日本国passport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日本国 下面那两个字是什么呢 那两个字是旅券 旅券就是日文的passport 日本其实很大程度吸收了画下的文化 而他们也非常忠于传统 所以在正式场合来说 一般他们会采取一个叫做 非算即帝的态度 就是不是用算书最正式的场合 次正式的场合 他们就会用帝书 所以钞票和passport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设计 所以久而久之 其实一个城市 它怎样去处理文字 用不同的风格 去呈现给大家看 是会影响我们对城市的一个感觉 我们行内 就是branding的行内 就会叫做一个 cities identity 就是一个城市 它自己的品牌和形象 OK 那说完泰国、日本和台湾之后 我们看看香港 那这张图片里面 我们看到右手边 就是一个已经退色的楷书 那左手边 水庸花、百草棉 后面也看不到了 其实那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北艺楷书来的 那为什么香港会 大规模地盛行北艺楷书呢 又或者究竟它盛行的程度 是多么厉害呢 我们又看看90年代的彼敦道 那现在彩色的位置 我们看到这些招牌 全部都是由我们书中 四位书法家去写 包括欧建公的泰林 卓绍衡的谢帅伦 六幅是黎一鸣的 安康宁都是欧建公的作品 其实彼敦道的另一面 也有很多茶楼酒家 是谢帅的作品 稍后我们也看到的 而西洋塞街的转角 刚刚应该前年 疫情期间就拆了 刚刚这里四个招牌 都是黎一鸣的书法 而刚刚讲到 彼敦道的另一面 金丽华 八洛门 等等这些酒楼 这种汉帝就是谢席的作品 香港曾经是世界上 汉字招牌密度最高的地方 大家可能不知道 所以香港人对于书法的认识 是比起其他汉语使用的地方 为高的 就是一般市民大众 同样的情况 也都出现在很多 我们叫做artifacts 一些生活的物件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去细看一些 譬如说日本的硬币 它的汉字 是用印刷体去铸成的 但是香港的硬币 原来有很多 当我们放大去看 是由书法家去写的 而这个香港五元 1976年 究竟是哪位书法家的手笔呢 我们稍后才开估 好了 隐言就讲究了 我们就开始讲一下 我们本书的内容 我们本书就叫 《香港的墨迹,构足香港的书法》 如何去构足香港呢 其实就要通过应用 因为其实如果艺术 只留于一个欣赏 或者一个我们叫fine art的层面 其实受众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当艺术可以应用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所有市民大众都可以欣赏 就可以雅族共赏了 所以说到应用书法 本身这本书一开始写的时候 我们叫商业书法 但是出版社或者听到这个名词的朋友 都以为 那就是招牌 但是其实远不自招牌 但是当然 说到应用书法 第一就一定有招牌 除了商业的招牌 也都会有一些学校的校名 在书里面 我们也会将不同的书体去做分类 同时 也都会有印刷品 唐金辉春 卡片 招牌 招牌 石碑 镜心 镜心也是很有趣的 我们小时候去看医生 中医好西医好都会有 恒坛之光 妙手回春 我们就知道哪些是名医 哪些不是那么名的医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 这个传统色味了 但是通过这些镜心 我们都可以看到原来书法界 和文化界 或者医学界 都有一个很大的渊源 看到很多历史在里面 而去到最后 除了应用书法之外 我们都可以看一些 书法艺术的作品 所以我们这本书 就大致上分了五个方向 去否释四位书法家 他们对于社会的一个构成 和影响 事不宜迟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 就是欧建功 除了今天我本身认识的朋友 在座的各位 如果有那么多年纪的 应该都听老香港 说过欧建功这个人 他也很多人会称呼他为 香港的招牌王 了解他究竟有多厉害之前 我们要听一下他的生平 其实他本身就不是叫欧建功 他原名叫欧建帮 志为平 欧建功 他是身会朝年人 他曾经做过很多家学校的校长 因为他是生于一个书香世代 他家人都是扮学的 他的老师就叫做卢相傅 卢相傅就相传 他是卢国占先生 田辞人卢国占的爷爷 而卢相傅先生的老师 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先生在书法上 也非常有研究 相信这些研究也影响了 欧建功的书法造谊和理解 为什么他会由欧建帮 改了名为欧建功呢 这个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1936年他建立建功书法专科学校 在这一年之前 其实他去了台北 举办了一个个人书发展 也当时的台湾的报纸 称呼他是岭南第一人 就是第一个广东省的人 在台湾举办书法展 他回到香港之后 就发现香港西化得很严重 有人写书法 不过写西洋书法 也很多人开始转用硬笔 台湾保留书法艺术的程度 大于香港 既然我本身的兴趣是在书法那里 专场都是在书法那里 去办学 做校长 交给其他人 不如我自己就专心去教人书法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 或时代的创举 从来学书法都是你老师 懂不懂 你就懂不懂 你是没有其他的途径去学习的 所以他创办了香港史上第一间专门学书法的学校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是琴行 我们现在就觉得很正常 但当时其实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好了 我们看看这张《皇后大道》中的照片 其实 现在的地方应该是中环广场 走上一点的那个位置 这张图片里面 我们把它变成黑白 依然是保留着彩色的招牌 就是欧建公所写的 我们也统计过 由30至50年代香港的主要街道 包括上海街 尼敦道 元朗 可能是大马路 又或者德库道中 这些主要街道 欧建公的市场占有率 大概有15-20% 所以当时我们现在叫做市场占有率 它是相当高的 亦都奠定了它香港招牌王的这个美鱼 同一条街上面 我们看到中间黑色的位置 就写着国医勾建公寓 其实它本身是一个中医 也身兼书法老师这个角色 所以右上角那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建公书法专科的旧纸 就是亦都在皇后大学中 那要了解一下 或者令到大家更加去意识到 究竟它的招牌普及率有多高 那应该里面有 就是这个画面上面有很多的招牌 大家都会见过的 真是美邨 香港房屋协会 在座都有几位建筑师 其实房协建的楼 大家都知道 都会找一些比较有名的建筑师去设计 原来 每一栋楼的楼名 或者屋宇的名称 他们都会专门请一些书法家去提写 就不是说简单单用电脑字 这样就会解决的 所以这个也是房协 很特别的一点 周生生 周生生现在已经改用了一个电脑字 但是依然可以在九龙城的堂楼 如果我们经过那条公主道 那条天桥 望着那条堂楼 依然有一个很大的周生生招牌 那个就是欧建工的作品 又有譬如泰林 我们以前在尼敦道 就会在泰林那里约朋友见面 这些其实都是香港人的一些集体回忆 也都是构成了香港使用的一些招牌 好了 讲完他应用那一面 怎样将书法普及或者教育给下一代呢 其实欧建工都是很有心得的 我们所有学过书法的朋友 都一定学过永治八法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永治 就有我们写中文字需要的笔画 大部分 点、横、直勾、撇、辣等等 而欧建工的看法就是 永治八法 专学云笔 云笔之道 各体有别 但是转各一笔 其实九法事实 很多时候我们学书法 或者看书去学书法的时候 就说永治只有八法 但是也很多朋友去研究北艺楷书的时候 会发现横转直 就是永治横转直 那里我们看到一个角字 那个转角叫条封 或者有些人叫它 厄厄厄厄的位置 其实欧建工就形容为转角一笔 那个位置就很多人忽略了 所以字就显得无力 而那个角位 如果我们下些功夫去做 做得细致一点 就会令到那个字看起来很有力 所以北艺楷书为什么这么有力 其实那个角位是相当重要 而一个字 如何去装置 或者书法上面我们说 间假结构 九宫格就很重要 我们就算小学的时候 写书法都有学过九宫格 但是没有人说过九宫格的出处是什么 其实历史上相传九宫格 就是欧阳汹所创的 但是因为可能一些印刷术的局限 很多时候这个九宫格 只是一个简化了的形式 而很多人就不知道 就以为九宫格就真的只有九宫格 而欧建工去研究之后 他就发现 九宫格即格式 横直角三 三维简法 视线意探 但是字体结构 就常要细参 那究竟怎样去细参呢? 其实横同直各有三 我去下一版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横直各三 实质十二 每度四分 一个九宫格 standard应该是一寸二分的 是中国的尺寸 每度应该有四分 结构墙臂 若不宁此 豪微千里 其实这个是类似什么呢? 三格里面各自有四格 那其实就是十二乘十二 一百四十四格 就好像我们中三数学科所学的coordinate 座标这样 那当我们去分一个字 譬如说 你我的你字 和储存的储字 大家都是站人边 但是一个是二分字 一个是三分字 很多时候老师小时候教我们 你记住 站人边就行了 那永远就学不好 怎样写好一个字 但如果我们去分析 每一个部首和偏旁 他应该占多少的比例 和他每一个不画 坐落的方位在哪里呢? 就可以写得很细节 这个就是欧建工的基本教学方式 而说回商业的部分 我们看到左右两张图 右边是一个catalog 就是客人去找老师写字 他可以由这二十八种字体里面去选择 一般可以即席辉号 也可以由老师写完 有一位助手就帮他去描白 我们稍后可能都会说到 然后就送去做招牌的师傅 那里就去认了招牌 有些人就说 欧建工其实就只懂得写 笔藝楷书而已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当我们看这个catalog就会发现 其实笔藝楷书在二十八种里面 只占十种 其余还有十八种去选择 至于为什么个个都会选笔藝楷书呢? 有些人就说 当时的传说 欧建工写的招牌 是不会倒闭的 而怎么认得欧建工写的招牌呢? 就是他的笔藝楷书 因为当代是没有其他人写的 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迷信 和那个字的霸气 就选取了笔藝楷书 但是在这个书封里面 其实都有十种可以去选择 好了 他的教学又这么高 又可以有这么多的书封 给大家去选择 究竟他的收费是怎样的呢? 左手边是1936年的一个价目表 我们可以看到 绑书即招牌贬额 一英尺每字二十元 二英尺以外就递家 好了 二十元是1936年 即是现在的多少钱呢? 这个也考虑我们研究的时候的一个进程 我们曾经就用1936年的香港年报 一只鸡和现在一只鸡 去做比较 就发现升幅和一斤猪肉的升幅不一样 后来就有一个朋友 找到1936年一天的地盘工 他的人工是多少 和现在就做了一个比较 大概就是一百至一百五十倍 所以呢 二十元就大概是现在的二千多元左右 那是不是很贵呢? 其实以今天的一个价值观去看 就不是很贵 比如说周生生金行五个字 当然生字还要是两个一样的字 但是当遇到一样的字 书法家是不会写一样的取态的 会有一些变形去写的 大概五个字的话 就应该是现在的一万多元 那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但是应该对于商家来说 就不是说十分之贵 那但是为什么欧建工 依然过着一些比较薄劲的生活呢? 这一方面又很影响到我自己的 研究过程当中 就是以前的人觉得教育和做慈善 是改变这个社会 令大家脱贫的一个方法 所以他们将自己赚到的钱 很大部分都会拿去做一些公益的事务 所以他自己就维持一个比较清贫一点 获劲一点的生活 我们经常说到《北毅楷书》 其实就不是由欧建工去做一个始创者 清末的时候有位书法家叫赵之谦 这个相传是赵之谦的一个字画像 他有一个提字 就是群伟之未伟我也 很出名的 就是说当时很多人诋毁他 但是其实就不会诋毁到他的内心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 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自传 左手边那张就是欧建工一张课稿 他去临沐给学生看的这一篇 赵之谦的自传 我们可以看到 《北义》和《北》是类同的 但字体结构 其实欧建工是加了其他元素进去 所以说他是完全 copy了赵之谦那一套 其实三十年代之后的欧建工 已经是脱离赵之谦的风格 那去到中期的作品 譬如这个《剪卷剪辫书民旗》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字 我们稍后都会讲到一个赤串 那我们就更加看到 由北义那里再转化了一些 偽悲的元素进去 譬如刚刚我们说的转角的位置 或者是直勾 咬腰的位置 令到字更加有力 就慢慢更加形成了 或者是显示到 欧建工他的书法风格 在座都有几位澳门的朋友 其实我们说香港招牌王欧建工 其实经常都这么说 但欧建工最长的招牌 就是保留在澳门 因为他从新会来到香港之前 他先在澳门那里落脚 而在澳门那里留了很多的墨保 包括现在保存得最好 在新马路的街头 李甘记的总店 李甘记号由装四个字 就是在旗楼底的 但是这幅传统的广式堂楼 他每一只脚都会有一个广告的标语 就是由蚝油香蝦到罐头食品 都是每一条柱上面的标语 而只是李甘记三个字 都有三个不同的尺寸和版本 大家去到澳门的时候 就不要走鸡了 一定要去参观一下 而在香港 他一来到香港落脚之后 现存的第一个招牌 就是上环的有几盒 现在有很多媒体说 这幅是一个保育的模范 做得很好 其实我有其他的看法 我稍后都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张图片里面 是欧建公写的字 我们已经列出来的了 包括上面有几盒的招牌 柱上面的一些广告标语 但是我们隐约可以看到 拼礼金珠腊尾总会 后面的柱叫做 黄钻行保育活化 我相信30年代的时候 就不会有保育活化这个名词 其次我们再细心去看 其实书风和欧建公那种 既远 但是又很硬朗的混笔 或者混碗 是有一定的出入的 所以这幅堂楼 或者这幅建筑的字体 虽然是同一个建筑物之下 但是不是全部的字体 都是出自于同一位书法家 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古迹 或者去研究的时候 都要多加留意 就不可以说一概而论 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譬如说上环的好到底 有很多的媒体去拍摄 知道招牌是欧建公写的 在一个堂楼的转角位置 就有好到底的 一个类似catalog 架目表 其实那个架目表 那些字虽然都是水磨石 但是就不是欧建公写的 这个又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 好 除了商业书法 现在我们又要讲到石碑 石碑其实在很多慈善机构 或者一些教育机构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一块高卓雄先生纪念词 就是保良局的一块碑 这块碑很特别的 因为大部分的碑都是金色字 它是用珠砂字 同时 特别的地方就是 右手边是这块碑的全帽 我们慢慢放大 去到池字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左上角有一粒一字的螺丝 以前一直都不明白 究竟那些碑 又没有钉胶 AB胶 又或者又不可以下钉 究竟如何把这么重的石碑 放在墙上 这块碑的大小 有我们这个screen那么大 看到这块碑 终于水落石出了 原来就是笔画交错的地方 他们会找一些字 那个位置是比较受力一些的 就会把那粒螺丝 藏在那个字上 这个其实是通过 和书法家 和作碑的师傅的沟通 和通力合作 才可以形成的一个结构 那究竟作碑的那一位 是哪一位呢 我们看到左下角 五直百祖 五直百在哪一位呢 其实很多名人的墓碑 都是出自他之手的 相传他做过的墓碑 超过一万个 其实他是一位 广西人 创立了摩里顺殿殿 是当时三大殿殿馆之一 其实说就是殿殿馆 他多数都是处理一些石材 或者是石碑为主的 他也是伯父林 说人基督教墓场 曾经的一个唯一承办商 也有一个小道消息 当时报纸也有卖出来的 就是政府和他们 一起在伯父林那里 拿石材 石矿场那里 令到地贸改变 因而有了石堂咀这个名字 本身那里不是叫石堂咀的 因为他们挖得太厉害了 而五先生也是一位基督徒 刚刚在欧建公的生平那里 我忘记提一点 就是其实很少 汉字的书法家 中文书法家 会是一位基督徒 多数都是佛教 道教或者孔教 但是当欧建公是一位基督徒 那就可以令到他的作品 亦都存在很多的教堂 或者是墓场那里 而五先生也是一位 虔诚的基督徒 就促使了他们 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这一块碑都给大家欣赏一下 是保良谷里面 一块比较大的碑 在办公室里面 一般到房就没办法去看到 而这块碑上面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字 大部分都是欧建公去写 而作碑的那一位 就是刚刚所说的吴先生 那给大家几秒钟时间 去想一想 究竟这个是个什么字 非常之密 很少附空间 很少那位的 是个铺字 没错了 是个铺字 这个是我们研究当中 欧建公最密的一个字 刚刚说到 《笔藝楷书》有很多风格上的细节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很粗 很密 导致在做招牌的时候 可以省很多功夫 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招牌 我们要用木去凋成的话 其实只需要 勾一点点的那些位置 这个字已经完成了 但是当上一页 我们看到 上一页 当我们crop in 去细体的时候 我们未必会知道它是个什么字 但当看到整个字的轮廓 一眼就认得出 它是个铺字 所以摆在很远的地方 就算我在街尾 都可以看到街头的一个招牌 究竟它是什么字 而这个铺字 是新加坡的天城金铺 除了新加坡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万邦两个字 是台南的 也是我们发现当中 邮建功最大的一个招牌 我当师傅只有五尺 或者五尺半 应该这个字 应该都超过六尺 那就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字 因为以往 书法家是不允许放大 或者缩小一些字 因为当放大一个字的话 其实字本身的笔画是很幼 当你放大了之后 那些缩位就会很多 整个字出来 字形就不理想 譬如说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这两个万邦的字 是邮建功写的呢 邮建功原名叫邮建邦 他早期的作品 落款到很多个邦字 行笔或者结构是非常相似 而万字呢 亦都是跟日本拼真流集团的万真流 那个万字呢 行笔是一样 所以都可以断定 这个是 万邦两个字是出自他手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其中一个邦字 硬放大到 好像下面的那么大呢 其实那个字会很疏的 那一疏呢 那些钱就会流出去 那是一个不理想的招牌来的 好了,去到邮建功尾声的部分 我们看看《好到底面家》 很多时候呢 去到元朗 千里迢迢去到元朗 大家都会去吃一碗面 《好到底面家》的生面 很出名的 也有些人会打卡 拍下这个水磨石的招牌 但是很多人就会以为 金属那个呢 和水磨石那个都是一样 所以没有拍到的 但是当我们去洗体的时候 好字好像一样 但是仔细留意呢 那个女字 那个辣呢 其实一个是正辣 一个是反辣 不同的 那那个刀字呢 字字和刀 水磨石那个是黏在一起的 下面金属那个就分开 底字又是呢 那一点呢 就是只用一条金属丝去捏住 上面水磨石那个就黏在一起 那面家两个字都是各有取态 总括是什么呢 其实写书法的时候呢 书法家必需要知道那个招牌 是用什么材质 用什么工艺去做 再决定那个行笔是怎么样 黏和不黏呢 其实是会很影响到那个师傅 做不做得到的 因为水磨石呢 是用倒帽 然后就再固定上去水磨石的石底那里 而金属呢 是需要切割和屈曲 所以这个字的造型呢 是会很影响到 那个师傅究竟做得好不好 那这一点呢 在书法的时候呢 已经是相当重要 那如果讲今天的名词去形容呢 其实欧建公就是当时 书法界的KOL 他的书尊呢 就在皇后大道中 那不是很多人可以有机会去 报读他的课程 或者有这样的条件 那所以每一次呢 他做示范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 去注足去观赏 和去学习 而每一次他做 个人展览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幅链语 这一幅呢 就是展以君子 濫于斯文 是了 那是很大的一幅链语 那就是去 显示究竟他写到的字 有多大 以及每一幅链语呢 都是以展览两个字 作为开手的 而刚刚我们都见过了 《展卷展臂濫书问旗呢》 就是另一个书法展 的一个链语 来的 那为了令大家再理解 究竟那些字有多大呢 比如说 幼稚园 我们大概看到 有半个人那么大 那左手边那张 那些小朋友 拿着保良局旅行团的横幅 其实字呢 也是相当之大的 那最后呢 我们呢 梁先生在今年教祖的时间呢 就过了身 那我在这里呢 就 致以一个敬意 那 除了这个香港的五元之外呢 很多人都会见过的廉政公署 也是出自梁子健先生之手的 那 而在这幅照片里面呢 黄色圈圈圈的那位呢 就是梁先生了 那 那 那欧建公 除了梁先生之外呢 其实他收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学生 包括现在在香港艺术馆 都有展出的 扎少先生呢 又或者是帮我们这本书 写了一个序的 近杰强先生呢 等等 其实很多的前辈呢 依然是为香港的书法 和书法教育呢 是付出很多的 那 那欧建公的部分呢 就暂时到这里先 那我们呢 就要讲下一位了 那我们也有提到呢 要写到招牌 就一定要写到大字 相传呢 50年代能够稳定输出大字 两尺以上为之大字的话呢 就是欧建公一位 那所以呢 可以说是独市的生意 那样的了 那但是50年代之后呢 就出了另一位书法家 来到香港 他就是謝希老师 那謝老师呢 我们看到 在上环电车路上 左手边呢 就有协生长森容行 用楷书写成 那右手边 王元胜 蔡总行呢 那在另一个 专业 路铺记录冊那里得知 他们都应该走快 不继续经营了 那但是呢 就很有趣 两个招牌呢 就并排而行 就是两位名家所写的 那这里呢 就带出我们第二位 要讲的书法家 就是阿謝希 那謝希老师呢 他是潘愚人 他早年就活跃于在广州的 也都曾经在广州愚人生那里工作过 那所以愚人生三个字呢 其实就是他写的了 那有时香港人上去都会去广州酒家那里喝茶 那其实以前广州酒家的招牌呢 亦都是阿謝希老师去写的了 那而去到50年代 他就终于来到香港 那当时呢 其实阿謝希书法研究院开之前呢 大部分学书法的人呢 都是去勾建功那里去学书法 那所以呢 学界的一些比赛呢 拿奖的通常都是勾建功的学生 那但是呢 有了另一位阿謝希书法研究院 那之后呢 拿奖的就会变得多样一些 那也都有謝希老师的学生 那其中一位阿謝老师呢 现在都是在场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当时很多人就说 嗯 两者之间呢 就变得好像分庭抗礼一样 无论在一个使用招牌那里 那里 还是在一个学界的比赛那里 那里呢 其实大家的成绩呢 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令到大家再去了解多些 那大家可以认一下 有没有一些酒楼或者一些机构 是我们以前见过的 或者是居住那个区分里面 有过的一些酒楼 那虽然很可惜了 大家现在都喜欢吃水煮鱼啊 或者西餐啊 那样 导致到茶楼酒家已经开始比较适味 那但是呢 以往的这些酒楼 用一种汉帝书的书封去写成呢 就带给人一种很朴实 很古朴的味道 那当时呢 那也是香港很重要的一种书法风格 那而学习 帝书 那帝书 因为其实每个人写的字 都是反映着他自己的个性 如果叫你去硬 去临慕一个 古人或者书法家的不义呢 其实是挺困难 所以你一定要将 古人的不义 和自己的不底去结合 那所以呢 不是追求100%一定要一样 你拿到中间的精髓呢 就已经OK的了 那所以呢 右手边呢 就是将千碑圆碑的塔本 而左手边呢 就是謝熙去临的一个临本 那所以两者之间呢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分别是有在的 也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刚刚就说到呢 当时的人说过 欧建公是赵之谦的翻版 也有很多人这样说 那其实謝熙呢 也都有人去诋毁他 他说 他就是清朝书法家 伊丙秀 那对于这个说法呢 謝熙就一笑自知 他就觉得 你真是在赞我 因为伊丙秀是他 一个很欣赏的书法家 但其实在伊丙秀的基础之上 謝熙也加了很多 他自己个人的见解在内面 这个是伊丙秀的书法 这个是謝熙的书法 那两者之间呢 其实都很不一样 或者大家自己都可以分辨 究竟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刚刚我们有提到大字 其实伊丽廉秀这四个字呢 就是其中一年 他借喜个人书法展的 又是一个堂福 伊丽廉秀四个字呢 就是五尺字 字心五尺 即是一张字呢 大概应该都有六尺多 大概就应该去到我肩头 左右这么大的字 所以当时如果说要找书法家 写这么大的字 其实都不要说当时了 现在 我们就算见到很多日本的书导家 他们会拿个好像地拖 那样的形式去写 一般他们都很少去拍摄 那个字最后的样子是怎样的 通常都是拍摄它整个过程 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去做 那因为呢 要写一个大字呢 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气力 和一个字 如何去保持它的结构 是稳健 平衡的 是相当之困难的 那所以 借喜就是另一位 可以写到大字的书法家 那这张照片 我们看到郑老师就是中间那位年轻人 而身旁呢 就是借喜老师 而人物背后 我们现在转了做金色的 那几个字呢 其实是喜相逢三个字 那大概呢 就和刚刚说的 礼仪廉子 那四个字呢 那尺寸应该是 小小小 或者是相弱 看就以为很大 但当放在街上 其实它就不是那么大 那 你到国际大酒楼 或者新亚大酒楼 其实国际呢 就是当时我们看了很多照片 最大的一个招牌 当你摆了上一栋楼 那里呢 其实就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来远 要看得清楚 变相呢 也都有一些保育组织的朋友 在那里 很多时候 有些商家打电话 可以帮我保育这个招牌 拆了下来 其实好像这个壳那么大 所以 要保育呢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说回当时呢 其实要写到那么大的字呢 也都是不容易 那旁边的公爵 在学校那里 因为那种商业味 或者那种很开展 很有霸气的味道呢 其实未必和学校想要的 那个branding 是接近的 所以呢 取而代之 他们通常会使用楷书 或者帝书 那同样地呢 发展商呢 都很喜欢用帝书 那我们看到这两大发展商的字呢 其实都是 当时去找了謝熙老师去写的 那但是呢 帝书和笔藝 就有少少分别 在形容上呢 我会形容 帝书是有少少局限的 因为笔藝呢 它非常非常密 有些笔画还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们想象一下 做霓虹灯的时候 很多材料 那个原材料可以连在一起 不需要剪断它 那那个工序呢 就会简单一些 那但是当要做 帝书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笔画呢 都是分开 笔不分明的 那所以呢 就会有少少局限 同时呢 我们看到新鸿基 上面幼致了的版本 就是最传统的那个 那当然有些 那些时代的痕迹 那而下面 左至右那个呢 就是他们现在 转称为电脑字 简化了的版本 我们会看到呢 字体的边缘呢 是滑正了很多的 那而相比上面 金属的那个版本呢 其实就会失了很多细节 就不是一个 那么理想的做法 那下面 潮州会馆 我们再可以放大看 每一个字的底下呢 呢 金属的边缘呢 都是粒粒粒粒的 而这些呢 其实就是保留了 书法的细节 那当我们知道呢 帝书 是要保留细节 才可以表现到 它的那个张力呢 那我们在信兴酒楼 以前在深水埗的一间酒楼 这个霓虹招牌呢 比较小的 我想是这块木 去到上面那块木那么大 但是因为霓虹光管呢 有一定的这个直径 所以呢 屈的时候呢 就不能够保留到 那么多书法的细节 同时呢 也都令到这个帝书呢 就失真 所以呢 各招牌的尺寸 和物料呢 都会影响到 帝书的表现力的 除了那些人说 他们copy 清朝的书法家之外呢 也都有很多传说就说 啊 邮建公和謝熙两位 争生意 又或者是那些学生呢 又经常在一些比赛中碰头 那两位呢 一定是不friend的了 不合雅的了 但是呢 其实 根据我们的查证呢 他们也都会经常出现在一些 雅杂啊 或者是一些展览那里 那里 也都呢 有时会去评论对方的作品 那么 那在不同的机构 或者不同的场合呢 都可以见到 他们两位的书法呢 同常出现的 那包括在尖沙咀的丽宅中学呢 那两者呢 都是以楷书写成的 那又包括九龙真光中学呢 那 漢帝 左手边的校名呢 就是謝熙的作品 那右手边呢 亦都是以帝书写成的 维世之光呢 就是 就是欧建公社的殿基石 那謝熙的部分呢 我就先讲到这里 就等大家呢 看书的时候呢 再慢慢仔细去看 那就来到第三位书法家了 前面两位呢 是上世纪前半页活跃的书法家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那两位呢 就是下半页 而下半页 就是意味着 印刷术 或者是直字印刷 开始成行了 那直字印刷 推出了之后呢 其实在不同的国家呢 都抹杀了很多 艺术家 书法家生存的权利的 很多人呢 因此于转行 那但是呢 香港呢就有两位 卓绍衡和黎一鸣 他们就搞尽老汁 怎样可以将 书法和印刷去结合呢 那所以呢 这两位呢 有很多的作品呢 都在印刷品上面呢 得以流传 卓绍衡呢 是广东南海人 那他来到香港之后呢 第一份工呢 就是从事印刷业的 那所以呢 也都解释了后期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朋友 邀请他去写一些印刷的作品 那比较特别的呢 就是他去到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呢 他就和云泉仙馆的吴馆长呢 相当之熟了 所以他留有了很多的作品 在云泉仙馆上 而他晚年呢 亦都是入道于云泉仙馆 那入道了之后呢 闭关之后呢 他就不再接商业的书法 亦都在书封上有个蛻变 但是在开始说他后期的作品之前呢 先看看他一些早期的作品 另一家老字号呢 澳洲牛奶公司呢 大家都知道了 去到埋单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收银署后面有个镜架 写着为我独尊 有传呢 当时卓少恒就很喜欢吃他们的炖奶 所以就写了这个镜架给他 但是当然啦 除了这个镜架之外呢 澳洲牛奶公司的招牌 以及呢 他门口在那些牛奶櫃 那个雪櫃上面写着 物必贵精 饮和食得 这八个字呢 都是出自卓少恒之手的 那同样 比较多人认识的呢 可能就是元朗大荣华酒楼 那有很多 其实在我们街上见到的招牌呢 都是由卓少恒去写的 大荣华酒楼呢 应该是阿韜哥 加入了之后呢 才叫大荣华酒楼的 那以往呢 就有荣华大酒楼 荣华酒家 等等的名字 其实每一代呢 他们的招牌呢 都是出自卓少恒的 那现在呢 在荃湾呢 如果大家都想去看看 这个艾红招牌 应该还没刷的 在荃湾的荣华呢 就是有 我们下面那张招牌的 如果大家深水清呢 现在 还有一个多月 就到中秋了 其实现在荣华 他们的月饼罐 上面的字呢 依然是用着 这一套字的 好 刚刚我们有说到 很到底面家 不同的招牌物料呢 是会影响到 那个字的造型呢 那这个《得记任务》 已经拆射了 本身在上环那里 那是一个 调转的版本 《得记任务》 四个字本身是 金属字 上面那个 下面那个 是铺头里面 在环梁里面的 水泥字 是造成批档的 所以我们有看到 究竟那个字 究竟黏不黏啊 或者 部首是 要舒展 还是收缩呢 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变化 受那个工艺和物料去影响的 是的 刚刚那个《得记》 那个《伤企忍》 一个是伸出来 一个是平衡的 那么这个《慕》字 的《力》字 究竟那个《撇》 会不会撇出来呢 还是要那个《茅》字去让它呢 那么这个呢 也是有一定的考究在里面 那么我们之前的展览 都有展出过 《辛马斯珍》的舞台名曲系列 他们的黑教封面 相传呢 当时就找了很多个书法家 去做一个pitching 我们今天叫做 就是一个比稿 或者投标的程序 那么 最后《辛马斯珍》呢 就选了卓少衡 因为呢 卓少衡的书封 又比较多变一些 那么包括 《舞台名曲》四个字 其实整个碟的封面 除了一些数目字之外呢 全部的字都是首写而成的 就是卓少衡的手笔 那么这里呢 又是很特别的 因为《辛马斯珍》呢 本身除了一个粤剧名领之外呢 都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来的 有一些旧的照片 我们在一本书里都有刊登出来的 他有找过勾建公 也都找过另一位 前清的遗老神光月 去帮他写神台 或者家里的一些作品 那么去到后期了 他自己去出黑膠碟的时候呢 他都相当之讲究 所以最后呢 就找了卓少衡去帮他写 那么这一套的灯金灯春呢 亦都是香港非常之常见的灯金灯春 那么可能这样看 大家不太认得 下一张呢 大家就会认得的了 那么包括很多三行啊 传统一点的地方 比如说街市啊 凉茶店啊 都会用这一套的灯金灯春 那么我们也去interview过一些 卖衣纸的店铺 那么那些老板呢 那些老板呢 那些老人家呢 就认为这一套灯春呢 才有用的 其他的那些呢 是没有用的 那么所以这一套呢 到今时今日呢 依然是最好卖的 那么至少呢 有三间厂呢 是出翻版的 那么所以这一套灯春呢 如果大家在街上见到呢 都值得去扣入的 那么我婆婆生前呢 都是一路沿用着这一套灯春的 好了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 就有讲过 卡片 商业卡片呢 其实就是一个商业社会 必须的一个媒介 去交换信息 古人呢 都有一种叫名次或者名帖 就是给自己的 可能在朝廷上面 或者在官场上面的朋友 是有的 那么香港 是用汉字为主的 那么我们今天叫做繁体字呢 那么其实在 上世纪 很早的时候呢 日本呢 就已经有了 直字的技术 因为他们只是用 假名 和有局限的汉字呢 就是数量比较少 所以他们很快呢 就已经可以 撿字粒 或者是用一些印刷体 但是香港呢 因为用的字相当多 今天我们一个电脑字体 如果要可以应用的话呢 就要5000至8000字才可以 那么所以如果要做5000个字粒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又或者做了出来呢 只有一种字体可以去用 那么所以在这个空窗期里面呢 香港作为一个市场 比较蓬勃一点的地方 商业繁盛一点的地方呢 我们就会有二十几三十年 是盛行过这种书法卡片的 而在现在的收藏界里面呢 书法卡片呢 都是有价有价 一张呢 大概可以卖到50至80元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呢 都可以通知我的 那么右手边那个位置呢 我们都可以讲一下 其实右手边白色的一张呢 就是卡片的原稿 那么很多时候呢 那些书法家为什么敌不过印刷 就是因为印刷很快 而且很便宜 那也都不能够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究竟放大或者缩小多少 才可以保留到书法的细节呢 那而因为卓绍行本身就做过印刷业 也都有很多印刷界的朋友 那所以呢 他可以通过实验 找到大概是二点几 至到三倍这个缩小的比率 就可以大大地保留到 看字书法的那个美感 然后缩到我们常用卡片的那个尺寸 因为是写原先卡片尺寸 用毛笔去写这么小的卡片呢 是不ok的 是的 要用龟笔去写 但是呢 写出来呢 那个笔封呢 又不能够保留得到 所以是不ok的 好了 那说完他书 在商业书法的作品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看他书封的变化 中间呢 就是他一个比较接近商业书法的作品 左右两旁呢 是他比较后期一些的作品 大家会看到呢 后期的作品呢 比较绵一些 行笔呢 亦都是行云流水一些 那他自称呢 这种呢 就叫却体呢 其实呢 就是在他 二千年代 闭关于云传先馆 不再接商稿之后 用三年时间呢 蜕变出来的一种书封 那所以究竟去分辨 他的作品 是出自于什么年份呢 其实由书封那里呢 已经可以分辨得到的 那大家呢 如果下次去到云传先馆 除了吃那些很出名的白粥之外呢 亦都可以去游览一下 他不同的建筑物之上 有很多的扁项 对联 都是由卓少行去写的 那这些呢 都是保留得很好 在云传先馆那里 那又或者呢 如果去到西朝山云传先馆呢 那里也有很多 卓少行所写的书法 那卓少行的部分呢 就讲到这里 最后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例一名 李一鸣呢 是广州花园人 他1949年呢 就移居去澳门 刚好呢 就有一位邻居叫做中兆山 这位呢 是一位代书先生来的 那当时李一鸣就看他工作了 就发现 咦 写字 我也认识的 还有写到漂亮的字 原来都很吸引的 那他呢 就去一些沙滩那里 有人就说是黑沙环 那去沙滩那里呢 就拿一支 好像以前武俠小说那样 用一支树枝呢 就在那里练字 那日子有功呢 他都学到很多 那所以呢 1953年他来到香港呢 他又始至成为一位商业书法家 前面那三位呢 都曾经做过其他的工作 还有呢 他们不是以商业书法家自居的 可能是书法老师 或者其他的职业 但是李一鸣呢 由18岁 至到他晚年呢 只是做过一份工而已 就是商业书法 那一会儿呢 那一会儿呢 也说到另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李一鸣呢 也都对香港的影视界呢 有点影响的 但是说到之前呢 都可以说一下 那我们看到了 《安康寧》就是邝建公的作品 那六幅 还有后面呢 刚刚我们没有说 《温沙皇宫》 《夜总会》啊 有些《水寮》啊 《芬兰玉》啊 《芬兰玉》啊 那后面有很多很多招牌的书法字呢 是李一鸣写的 那这里就很特别了 因为以前的文人 和那些三教九流 或者所谓南岭的职业行业 是切割的 那很多时候呢 是很少会看到那些招牌 那些种类的招牌呢 出现书法字 但是呢 李一鸣 因为他是以商业书法为自居 所以呢 进一步普及了很多书法 在不同的行业里面 而现在在上海街 大南街 大南街 袁洲街等等 一些可能是成衣 进出口生意的 甚至乎车房呢 如果我们看到是以北魏去写成的呢 多数都是黎一鸣的字 那如果他是胶片招牌呢 就更加可以断定是黎一鸣的字 因为 在他们活跃的期间呢 亚加力胶 acrylic呢 就是取代了很多 以往金属 魏虹的招牌 因为他便宜 和快 那也都呢 因为有胶片招牌的盛行呢 影响 反方向地影响 书法街的书法风格 都有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的卡片 《黎一鸣书法算黑》 《专书国体》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卡片上面呢 都有不同书体的书法 那待会去看一些广告纸的时候呢 都会看到这些不同书封的应用的 那这张呢 就是《土瓜环得祥茶庄》 如果我们要看黎一鸣的字 又想得到最大的震撼的话呢 就一定要去《土瓜环得祥茶庄》 那当然大家一定要去光顺一下 老板通常都不会叫你光顺的 但是都要光顺一下 那他一共应该有四十几个这些茶冠 每一个茶冠上面的招字呢 都是黎一鸣手写的 那老板当时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1986年他用了二十几万去装修 那也都用了八万元去写字 那所以那个比重是很大 那我们会看到有些字 比如说普利 顶旧普利 不知年普利 其实很多字是重复的 但是会因应上面的字的不同 再去作出一些调整 那所以呢 不代表说那个字是重复 就好像我们今天用电脑字体 用一个相同的取态 或者相同的造型去做 如果不然呢 那个字或者整个布局 就会没有了生气 那我们刚刚我们看过卓少恒的稿子 那黎一鸣的稿子呢 都是以同一个系统去做 但是会有一些排版上的不同 原因呢 就是黎一鸣本身和卓少恒都是好朋友 他形容对方和自己 是亦施亦有的关系 他经常都和卓少恒请教 所以呢 所以他的稿子呢 亦都是参考至卓少恒先生的 那除了招指或者招牌之外 有很多的广告呢 我们市面上都可以看到 那也都比如说 一些以前的鸡皮纸袋呀 包装纸上面 其实有很多这些 我们以为是普通的印刷体的字呢 原来是由书法家去写的 那这一张《老牌神》 我们上次展览的时候有展出过 很多朋友都说 哇 他真的以为是电脑去排版而成的 原来每一种的字体呢 都是手写的 包括《老牌》两个字呢 就是黎一鸣所称的肥体 就是因为当时 胶片招牌呢 要拖的那些字出来呢 会有很多圆边 那所以呢 他就做了一种比较圆一点的字体 方便一些胶片师傅去做招牌 那这种就叫肥体 那《陈金满药厂》 就是一种类似不异体的字体 上面有帝书 中间呢 就用楷书写成的 那说到集体回忆呢 也都有这些分类广告 那现在报业就不太盛行 那但是 我想在座的 都是一些年纪 有回到差不多的 都有看过报纸的 那除了那些美术字 或者是小部分的电脑字之外呢 其实每一天呢 都会收到很多这些这样的 job 就是很多这些这样的委托 就是要写这些分类广告 那当然 那分类广告呢 本身不是好像报纸那麽小的 都有那麽大 那大概又是以三倍的方式去缩小 那这个比例呢 就可以保留得好些 那但是大家可以分辨了 报纸的印刷呢 相对的质素比较差一点的 那所以刚刚看到呢 卡片上面的字呢 是保留得好些 报纸呢 失陈的情况呢 就严重一些 那刚刚呢 有说到很多的artifacts 很多的物件 今天呢 已经不能够在市面上流通 或者找不到 那但是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买一些 或者是收藏一些 书法的作品呢 亦都可以去到大昌印刷 在深水埗的一间老牌的老字号 那他们的 这些利是风 八家姓利是风 应该都有几十至一百个姓的 那么 那全部这些的姓氏呢 都是黎一鸣的作品来的 那刚刚大会提示我 我时间不多了 那我讲快一点点 我们其实都已经去到尾声了 那这里分享一个故事 那念经佛社呢 那念经佛社呢 就是九龙城的一个道场 那个佛社呢 那念经佛社四个字 左下角呢 写着吴石浩提的 吴石浩是哪一位呢 其实就是大家耳熟能场的笔浩 那他入狱之前呢 其实他已经信佛的了 他自己说 那所以他又创立了念经佛社 在他的根据地 九龙城那里 那而这四个字 写着吴石浩提 那当然就不是 笔浩自己去写 那么大的招牌 其实这个字呢 就是出自于黎一鸣的 那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去研究招牌的时候呢 那个题的人名 和本身代笔的书法家呢 都未必是同一个人 那所以呢 很多时候 研究的过程当中 究竟会不会是遗失了 或者是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线索呢 这些呢 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要去留意 刚刚说到呢 他和影视界有些渊源 就是因为黎一鸣除了写书法之外 他唯一的爱好呢 就是踢足球 他曾经是九龙小型足球总会的会长 他施职龙门的 那么很多人就会说 你靠手搵食 但是你又去守龙门 那么奇怪的 那么 当时呢 周星驰先生呢 都有这个想法 因为周星驰先生的妈妈呢 是一位表画的师傅 他和卓少恒和黎一鸣都是好朋友 那么当时呢 黎一鸣有一对叫做一鸣书法足球 究竟如何将书法和足球可以拉在一起 但是又发现 原来足球真的为他带来很多生意 那么就引发了有少林足球的故事 那么这张他和影星苗乔偉的合照 那么现在香港华人足球 足球联会的招牌都是他写的 那么为什么说足球都可以带到很多生意给他呢 原因呢 原因呢就是 他会带很多球友 球员去看铁打的 那么所以呢 当时有个说法就是 逢是黎一鸣所写招牌的铁打师傅呢 差异有个抱的 那么刚刚 上去先 李鸣呢 李鸣呢 李鸣现在就在深水堡的 江迅就在唐美那一头 张永成在太子的 墨汉初全弯的 还有佐敦的楼标呢 那这些呢都是一些老字号 不知道师傅的手势行不行 但是至少有很多球员是试过的 是的 那么最后 就给一张卓少行 左手边和右手边 黎一鸣的合照 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做一个总结呢 给四个观字大家去看 其实这本书呢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 四年的研究呢 不是说想做就做到 包括说 究竟可不可以联络到一些后人 又或者会不会有些新的资讯 可以给到去补充到一些资料 一切真的要随缘 也都很多时候 我们做一些口述历史的研究的时候呢 会发现 网上 或者是市面上 有很多以我传我的流传 那么我自己的取态呢 就会以一个相对学界的标准去做 一般呢 我们就要 两位后人同时的正词是一致的 我们会采纳 或者我们在文献里找到 再加一位后人他去提供资料 我们也会采纳 所以呢 这个研究过程当中 究竟我们可以有多少的资料 补充到到本书上 这个真是一个很靠缘分的工作 但是呢 永远 张开自己的眼睛去看身边的事物呢 我们的得着会很大的 包括 刚刚都说到 除了书法方面 我自己受四位前辈 在价值观上面的影响都很大 就是 究竟怎样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 或者有兴趣的东西 为社会贡献到更多呢 那这些呢 都是要靠观察 去吸收不同人的智慧和经验 所以呢 这四个观字 就是代表观察 而这四个字呢 其实它都是观字 但是它的行笔 或者装字不一样的 左上角那个 就用 副字 就代替了 两个口字 和第一撇的结合 然后右上角呢 其实用四点代替了口字 左下角 就用一环 而右下角呢 才是两个口 四个口呢 都是观字 但是 寫法就不同 究竟对和错 或者每一件事件 是不是只有一个看法呢 其实就不是的 所以我就用这四个字 作为一个总结 最后呢 都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香港呢 曾经是招牌 最集中的一个城市 右手边那张图呢 是西安的碑林 亦都是很多书法的爱好者 很喜欢去考证 去看一些古书法的地方 但是其实 书法 或者艺术 不一定要在博物馆里面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都有很多 值得我们去细微 欣赏的点点滴滴 就是当时的一个动态的开播 这个主视角呢 我们就用了一个 霓虹灯或者招牌 作为一个基础 去做一个设计 去做一个设计 那希望呢 可以给大家知道 已经失去了的事物呢 我们没有办法挽回的 但是可不可以用 旧有的一些美学 或者是传统的智慧 再转发一些新的应用呢 那这些呢 才是当代的人 应该做的事 这个是当时的一些展览的情况 和一个分享会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展览 就是书法与印刹 这个呢 是另一个动态海报 那这个海报呢 我们主要就抽取了一些 大家艺术能长一点的词语 譬如陈里章黄河 甲那三蛇大宝丸 一些我们 现在已经不会讲的 那我见在座呢 没有一些中学生在 因为我都曾经 入过很多中学那里 做分享 那说陈里章黄河 我们下一句就知道 是史料林伯菜 就是广东人一定知道的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 已经不知道 那我也有问过 大家祖先的墓碑 上面的字是什么颜色 因为刚刚我们都说到 红色字的碑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很多的小朋友就答我 很久没有去拜山了 那其实很多时候 不要说书法了 究竟一些传统的习俗 或者我们中国人 一些传统的智慧 处事 价值观 究竟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个就是当时分享会 和展览的情况 很多朋友都说 没有想过原来卡片 可以以一个这样的形式去展出 这个也是我们很希望去做到 其实书法并不是说应该 局限在一个指不密那里 究竟如何去转化 如何去呈现给更加多人去认识 因为有些人就说 我真的很不喜欢写字 但是不喜欢写字的人 不代表他没有欣赏字的权利 或者没有这个水平去欣赏 所以如何去普及 如何令到更加多人认识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 顺带一提 除了这本书出版之外 我们都和一间本地工作室 Concretology 合作 就出了这一套黄童书签 配搭我们今次 金色为主的内页的设计 那这个就是 唐金飞船 不不 这个就是金属书签 外面有得买 你应该大声点说 我说就很hard sell 是的 那我们有书袋 有cushion cushion 今次就没得买 因为在会展上 这个会比较闹着一些 我们也有地毡 这张地毡很有趣的 你开灯的时候 就进厕所 然后上床 然后关灯 这张地毡是夜光的 当你关灯之后 它就会更多半个小时左右 就好像以往香港的霓虹灯 在我们的脑海里 都继续展现它的光辉 最后 这个就是我们今次的书籍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差不多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还有些时间 可以做一些Q&A 看看大家会不会有些问题 或者有些主题 想和我一起讨论一下 谢谢 Wesley 你好 首先很感谢你去研究香港的书法 令到香港的书法写了一个珍贵的一页 多谢你 多谢你 我经常说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壮举 或者一个很伟大的事 只是出自于我自己的一个兴趣 但是做做下的过程也很特别 发现当中有很多同路人 都是对同一个题材 或者这班书法家很有兴趣 包括我们这本书去做预购的时候 有二十多本是卖去台湾的 有五十本卖去中国内地 在日本也有十多本 所以其实书法家 除了香港人有认知之外 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支持者 我也希望更多人认识香港书法 我想说两个主题 今天是会录音和录影的 今天的主题是《香港书法》 我想读出一些已故的香港书法家 同时向他们致敬的 陈文杰、何宿慧、邓尔雅、苏世杰、苏文作、蛇雪曼、余记梅、逢康侯 排名不分先后 只是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各位的书法家 第二样我想提出的就是 大家先看着背景 我们写着《香港书展》 那其实可否做到《香港书展》 和《香港书法展》呢? 一个这么重要的香港文化的城市 那《香港书展》可否做《书法展》 在《香港书展》有这么多人接触文化的场地 有一个部分的展场是展出书法 令到更多的人去接触香港书法 我知道在座座上也有些书法家 例如奥鸣耀老少 奥鸣耀老少 奥鸣耀老少 另外来自澳门的莫山 如果他们有机会 都是在《书展》里面 即即废号 令到更多人去欣赏《香港书法》 好,很感谢你的分享 首先回应你第二点 这个也是我作为书法爱好者 很希望做到的事情 香港曾经有一段这么独特的历史 我会形容香港的应用书法 是所有汉字使用城市里面最独特的 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很盛行的商与牌板 我们的招牌永远都是中英对照的 亦都因为资本 支撑了很多书法家不同的实验 有很多不同的书封去形成 这里我多做一些分享 其实《北艺》这种书法 曾经在广州、上海、哈尔滨 都有出现过战前 但很可惜战后 因为经济上无以为计 百废待兴 所以这个也侧面引证了 其实《北艺》无论如何 它都一定会和商业结合 只不过最后 因为香港有土壤基础 就可以形成这件事 所以这段历史 应该被人更加重视和研究 所以我们做的第一步 去推广这些历史 令更加多人认识 究竟《香港书展》 能不能够和《香港书法》有一个结合 希望是下一步的事 而刚刚你提到的很多位书法家 其实我们墨迹的研究 不止这四位 刚刚你提到的有几位 我们也曾经有研究过 但限于我们的经费和人手所限 我们就选了四位 相对比较有代表性 或者是代表到一个时代背景的 反映到一个使用的 我们就先写了 其实你刚刚提到的陈文杰老师 又或者另一位陈金雄老师 以往很多书法家 收学生 都真的是学界为主 就比较少收一些已经在职 甚至乎南岭的同学 但我们以前去酒楼 或者去茶餐厅 看到《今日推介》 或者《嘉宾留座》 《嘉宾提名》 那块acrylic board那里 那些字很漂亮的 《龙飞凤舞》 那些人就以为 他本身都会写字 其实这一班部长 或者经理 真的每一天公寓的时候 就去找这些前辈的书法家 去学习书法 所以这一种 也可以看得出 当时的人对于他自己的职业 或者他自己的角色的重视 就和我们现在 包括我自己 常常想打字 都会执不忘字 所以也有很多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和进步的 有没有其他朋友有问题? 你好 首先多谢你今天的分享 我想问一下 你说书法就代表了香港 那你会如何进一步 推广这个书法 给香港以外的地方呢? 第二个问题 你都做了几个这些展览 我都去过不止一个 会不会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做这些展览 给更多人看呢? 谢谢你的问题 其实你两个问题 都可以归纳成为一条 因为第二个问题 是我们去 achieve 第一个objective 的其中一个做法 那本身呢 我们有计划 在中国内地 日本 去做我们的展览 第二场 第三场 那我们都尝试去申请 不同的funding去做 因为很坦白说 这个研究计划呢 它前半段呢 基本上是我自知去做的 那后半段 有不同的资助 去 support 我们 可以做到更加多 包括今次的出版 或者是一些 beta的 电子化等等 但是 当讲到要去做展览 尤其是去外地做展览 其实 要说服到一些 资助计划 给我们去做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呢 我也想藉着这条问题 如果在座有一些 资助计划相关的人员同事 觉得我们这个计划很有意义 值得推广的话 都欢迎随时 跟我们去联络 那么 书法代表了香港 其实不仅是书法的 任何的艺术形式 都是反映了一个地区 那人的心理状态 或者是他们的价值观 为什么北艺会和商业挂钩 是多多少少反映了香港人 是要很目标为本的 很efficient的 要好省了省钱 去做到相应的效果 所以呢 这种书法风格 应该是说 欧建公有28种书法风格 被人选择 大家都永远选择过几种 就是印证了香港人 他对于视觉 或者对于他们自己 价值的一个取态 那不仅是我们的招牌 代表香港的 刚刚我们看了泰国台湾 当我们闭上眼 说一个城市的名字出来 就会有个画面 在我们的心里出现 那究竟香港人 怎样将这件事去推广 给其他的朋友认识呢 那大家看完这本书 有这些故事 去讲给世界各地的朋友 已经是尽了我们自己的本分 而每个人在不同的纲位 尽力再去推广多些 令到多些人认识 那这个就是下一步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们作为这个地方 土生土长的人 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 一些优势 和一些特色 多谢你的问题 不好意思 其实想打听一件事情 因为刚才提及到 有一个书法家 例一鸣先生 我记得在五六七十年代 在深水埗大布道 一个楼梯口 还有一个 孙克明章的一个从业园 她的名字就是黎一鸣 我也曾经光顺过她的名章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同一个人 还是同名同姓 有没有这样的资讯 其实坐在你前面的 就是黎老师的孙女 黎老师曾经在大布道 都设过档口 是的 当时 为什么这么多人 会去光顺她呢 我看不到大昌的 大昌的老板也在 大昌的第二代老板 跟我们分享 就是当时 其实很多人 都想找书法家去写字 但是因为印刷业 他们的产品种类很多 而且那个turnover很快 就没可能 每次用几千元去做一个稿 或者逐个字计 就可能要上万元去做 而黎一鸣 当时就做了一个 比较特别的优惠 或者是一个调动 就是可以开放给大家 去写小字 不是一定要写卡片 招牌去计算 因为很多时候 以往就是 不足一尺 都以一尺计算 那那个价钱 就会相当高 所以如果你是做印刷的话 就去找她 去写一些小一点的字 那些是没有落款的 那些字 就会以印刷界的收费标准去做 那这个就是 亦都令到当时 很多印刷品 都用到书法的一个原因 主办单位说 时间差不多了 可能我们之后 就可以去下一个环节 好 再次多谢黄先生 和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分享 所以我们现在有请 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代表 为黄先生 致送纪念品 有请